近日爆出有大量臺灣人被誘騙到東南亞做黑工 甚至從事網騙 據了解本港也有同類事件發生 有市民向我們透露 自己上個月被一名港男遊說投資加密貨幣 結果令他損失了1800美元 但是對方期後跟他辛苦說 自己身陷緬甸被迫從事網騙工作 又說自己打算自殺令他好疑惑 一旦傳個WhatsApp給我 就告訴我他想跳樓 那我也是WhatsApp問他 用不需要找個人談 那一刻其實我會覺得 我還在懷疑這個人怎麼這麼古怪 但我又不確定這個人是真的騙子 對方又叫他去報案和聯絡傳媒 並抓他把網騙事件告訴警察 他在半信半疑下也去了北角警署報案 我們其後透過Telegram聯絡到那個男人 他聲稱自己現正身處泰面邊境 黑倫邦一處類似度假村的地方 被要求從事網騙工作跑數 需要賺取500萬人民幣 或者交出30萬港元贖金才能離開 他又說那個場所位於無政府狀態的區域內 由當地華人控制 專門在全球進行網騙 場內也有幾百個不同國籍的人士工作 包括少量香港人 他曾經向多方面求助都沒有結果 又透露有泰國人成功交贖金後離開 但是他曾經目睹有逃走的人遭到槍擊 擔心即使自己最終籌到足夠贖金離開 沒有軍方保護下也無從離境 入境處說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 由今年6月至今共接獲5名港人家屬求助 說他的家人懷疑在泰國或緬甸失聯 其中3個港人已經安全離開緬甸 小組會繼續與剩下港人的家屬 警務處以及當地中國大使館等 保持密切聯繫和跟進個案 警方說6月7日曾經接獲一個市民報案 說未能聯絡他自稱身處海外的29歲兒子 報案人其後自行聯絡到事主 並已經向相關部門求助 案件交由東區重案組跟進 東網記者李承德報導